我来关心各位观传情的消息 各位观众好传人汪张良 尊敬家各位观众龙业大观 修设政策推次龙业龙政四季 政策龙立科技龙业 辅助修龙 网络三肖丁丁四大政策 未来当传观众会成立新龙业法定委员会 与各位观龙业法定基金 提拔一页的经费 全方面来协助龙民朋友 提醒各位的龙业计划 我们要做秦策龙三品就是商品 既然是商品 我们要有商品的规则 我说我们的龙民 要做生理 包括生産企业需要的东西 所以龙业的方法 开设政府的概念 未来经质的发展 到底是好还是不 所以未来我如果进会做团队 龙业外的观众里面 摆设第一个需要发展的 有一个关心的条件 一个叫做整合龙丽 一个叫做科技龙业 一个叫做无助销龙 一个叫做活肉产销 所以未来我们就会在这四大方向的指导底下 全面来带动 嘉义的龙业转型 这种 我相信 所有的我们这些龙丽业 来彻底混合 在整合龙丽的部分 未来 我会想起一个新龙业观点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未来整个嘉义县 龙业发展 最高的指导颜值的一个委员会 最后给我们的龙民 形象 包括出金 包括技术 停销和龙龙 所以未来 我们会引入大书记跟物联法 我们希望更科学的 更系统的 来啊 让嘉义的农民 能够更系统化的组织起来 然后来生产 面对我们的市场 再来的时候 实际上农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最大的问题 就是小农 小农没有能力 直接面对市场 小农 他们没有足够的量 去面对市场 所以要从小农 把它做过个程度上的整个 能够让这些胸 我们的农民小农 可以变成主制化的一个生产 能够让农民住 大家利润共享 所以你来在国土计划里面 幽关于库库库库 我们应该认真地检讨 嘉义县有很多重要的生产机 究竟应该要有相关的家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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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你来 与团队与监管指定国际農会专业 专业立定政策 为政策卫书 签署 我希望用精品农业 让台湾看见嘉义 我希望用创意农业 让世界看见嘉义 所以农业的专业 是一个非常坚具的工作 跟他的农业实际上 已经到不得不转型的阶段 如果没有专行 他的农业永远就是停留在过去的时代 没有办法把农产品当作是一个商品 好好的去经营 如果没有努力突破这个观念 农民实力要做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所谓的农业新增的记者会 王藏良表示 未来农村管党会成立新农业发展委员会 在嘉义官农业发展基金 提拔一役的经费 专方为协助农民 朋友提升嘉义农业的计划 下期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